隨著音樂無動身軀 氣氛感覺超high 勞動節假期結束 專家憂心美國新冠疫情恐升溫 但川普似乎不太擔心 白宮記者會證明戴著黑色口罩的記者想發問 沒想到川普卻叫他先摘口罩 記者拖也不是 不拖也不是 最後只好提高音量 川普才放過他 對比在場另一名記者 這名記者很視像 先把口罩摘下來才發問 讓川普龍心大悅 不過儘管記者距離川普有段距離 但對於現場滿滿的記者來說 仍舊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中 目前全媒有超過19萬人因新冠病毒喪命 美國適逢勞動節廉價周末 多數家庭的傳統是聚會 並且舉行派對來歡送暑假 可能導致疫情進一步擴散 但川普倒是老神在在 川普夸口沒選前一定有新冠疫苗 還掛保證疫苗將會非常安全 而且有效 對此科學界打上大問號 疫苗是否能挽救川普選情 還要看美國人買不買單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